同看电影故事 共品离合悲欢 我是熊猫 今天给大家讲的是 女人们为了捍卫自己的权利 与男人们抗争的故事 女人之源 故事发生在北碑和中东交界的某个偏僻小山村 这里成年干旱缺水 生住难养 生活用水全靠女人去山顶的水源地挑回来 连孕妇都不例外 以致不少人摔倒流产 而男人们整天睡觉 喝茶打牌 悠然自得 在一次亲眼目睹孕妇在挑水过程中滑倒流产后 远嫁而来的雷拉再也忍不住了 她主张男人应该把水赢下来 雷拉婆婆却认为 挑水是女人应尽的义务 反对雷拉的主张 好在村里的一名老妇人力排众议 支持雷拉 但那出女人因挑水流产的事实 让大家哑口无言 于是 雷拉带头发动了一场特殊的罢工 一日不饮水下来 她们就不过夫妻生活 雷拉婆婆在雷拉发动罢工后 开始让儿子萨米修了雷拉 说她不能生养 干活还少 是个妖女 但萨米拒绝了 有天晚上 她挑着水桶去打水 不小心摔了几跤 感同身受的她 便十分支持妻子 虽然女人们罢工了 但是男人们却不以为然 每天还是吃喝玩乐 就是不愿意将山上的水源引下来 心生不满的雷拉带着村里的女人拿着被子 坐在男人们面前示威 也没起到任何作用 他们去清真寺寻找长老帮助 长老却告诉他们 这样是不对的 雷拉则引用古兰经的话告诉长老 主希望男女平等 长老无话可说 没过多久 村里来了群游客 长老们收到游客的捐赠后 安排女人们献歌 结果 女人们借此唱歌 讽刺男人们连提水都办不到 男人们听着无视滋味 却还是尴尬的鼓掌 随后 他们聚在一起商量 有人对女人表示支持 更多大男子主义的人非常抵触 在萨米说 先帮女人提水 再捐款拉水管后 两派人因为钱的问题大打出手 不惯而散 因为罢工 萨米的妹妹艾莎婚事高吹 艾莎觉得 雷拉耽误了自己的幸福很生气 甚至想对雷拉动手 雷拉的娘家人也劝雷拉别罢工了 萨米父亲也给萨米压力 建议她娜妾生个孩子 只有萨米支持雷拉 宁愿选择失业 也支持雷拉 罢工至今起到的效果微枯甚微 众人难免灰心 但很快 事情迎来转机 一天 村里来了个采风的男人索菲安 她其实是雷拉以前的恋爱对象 萨米警求她向媒体报道村里女人的困境 索菲安不想干涉政治 拒绝了 毕竟她只是来寻找爱情的 索菲安找到雷拉 向雷拉告白了 雷拉却对她恨之入骨 她14岁的时候就和索菲安相爱 索菲安承诺一辈子爱她 半年后却听从父母安排娶了别人 她骂索菲安后 雷拉就扬长而去 因为怕萨米拒绝 已经失身的雷拉 没告诉萨米这件事 便嫁给了她 萨米知道了妻子与索菲安的往事后 心生憋屈 她大声质问雷拉 为何要隐瞒这件事 雷拉崩溃的回答 只是因为太爱萨米 两人在荒野里抱在一起 失声痛哭 最终 萨米因为雷拉对她的爱 放下了对索菲安的仇视 她找到索菲安 对索菲安说 你要是还爱雷拉 就将村里女人的困境报道出去 索菲安终于动笔 一篇报道引起全国哗然 政府成立了专项委员会并拨款 村里的男人们出力 两三天就解决了饮水问题 女人们终于不用爬到山上杯水 人人生而平等 不分地位 不分贵贱 甘心做奴隶的人 不知自由的力量 你不能左右生命的长度 但能通过追求自由平等 摆脱约束 控制 来拓展生命的宽度 只要心存坚持 希望 就会笼罩你 故事配老酒 明朝再聚首 生活是藏在电影里的诗 故事是藏在诗中的风景 我在等诗 也等你